這監委的名單裡面 之前要彈劾黃世銘的 胡鳳三不見了 要彈劾黃世銘的 也不見了 錢寧會金也不見了 那我們就要問啊 一些本來比較 社會上比較大鼓掌 鼓掌一些人為什麼會不見 更嚴重是什麼 你裡面提出來新的人裡面 有哪些是代表在野的聲音的 好像也沒有 所以大家在問啊 是不是因為四面楚歌 所以馬中央現在什麼 從一開始的三個副主席先抓進來 然後後來國安的這個體系的人 到今天監察的人 他好像只是什麼 一馬來為了這兩年不要補壓 然後甚至可以安前下樁 甚至卸任以後 不要被扮就好了嗎 他已經潛力在一搏了嗎 我覺得這個考試監察 這兩個院的功能 因為考試院是完全序 就是公務員18%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蘿蔔 那觀眾要改個18% 18%的問題多嚴重 我們現在政府一年的退伏支出 大概1380幾億 一年 18%佔了多少 佔了800億 所以1300多億 都要付公務員退休金的部分 18%就佔了800億 你看看這個18%比例多 關中主張要改 結果關中下來 換了一個捍衛18%的這個吳錦麟上去 吳錦麟就是國民黨的普選大將 他曾經擔任考試院副院長 然後辭掉 然後又 現在又回任當考試院副院長 所以他是在管蘿蔔的 那監察院是放置 那監察院當然是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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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一個公務員員不聽話 你假如不聽話的話 監察院就糾舉彈合 所以你用這兩個標準來看 監察院理論上是 就是應該要開砸 就是要打老虎 應該我們社會的期待 跟他監察院的一個執政長是這樣 那剛剛我也點名 因為我馬上要刑死同一圈 我要問清楚說 那于彤芳 你當時在立法院這個任職 那你後來這個 你到底黃世民那一票你投給誰 你到底是不是反對 我要問清楚啊 你要講清楚 黃世民那一票你投給誰 所以原來主張 我們媒體上看到主張要把黃世民 民談論合的這些人全部都拉下來 那傳聞黃世民這個還留任 他是王金平立法院長的時候的總部處處長 是啊 所以這個要講清楚啊 另外還有一批是像放梁袖 就是馬家軍啊 八八崩栽的時候 救災黃槍走板 讓劉德大全丟了位置啊 他現在是馬家軍的身份 他還是新任的啊 那另外一個像劉德勳 他當陸委會附罪 很私人我覺得表現很好 那他馬上又跑去第一金 政策券當董事長 現在又跑去那邊 很像要換人換去都 這幾個人啊 那包括這一個李悅德 當時在審計部前副審計議長的時候 也曾經發言立庭馬總統的特別費用 陳曉紅是國安會支持員做沒多久 現在又要當這個監察委員 他是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的市府官員 那陳慶財 行政院常務副秘書局長 是在處理國民黨黨產的七人小組之一 所以換來換去都就是這一批人 馬上就是馬總統的人是人才 我們都不是人才 對不對 那這些人其他都奴才 我們就是要交了這些 我們就要交我們的稅收 他現在就有維基啊 所以要用自己的人啊 是啊 所以簡單講 講就是剛剛這一個大家在講 這就是保安黨啊 對不對 一個蘿蔔那一個棒子 只要嚴密控制 那再加上之前我說情治治國 就是黨政軍軍特這些包括調查局 所有這些人士大班公 是加強他社會控制的力道 所以這個是馬總統很顯然 這才兩年就頂頭角了 我上次也在講馬總統其實政治上 已經被宣判實行 他已經注定婆子了 他講什麼誰姓 連中國都打他臉啊 找了宋先生去 然後霍茂 本來4月要談的第6賽事 第7次談判也延後啊 那胡茂現在中國也不提啊 連馬政府現在胡茂他也不太敢碰啊 所以先碰監督條例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馬總統他在剩下9% 他設定議題的能力 其實已經逐漸在衰退嘛 所以要加強他的影響力 所以就除了就動腦筋 都動到情境自治國 或者是說考監兩院的人士 來做一個更嚴謹的控制嘛 所以我會再講說 其實郭台銘最近這段時間 辦什麼講 所以我前幾天跑條咖 他告訴我 有一個在拜關公的啊 有一個關公 這是廟宇啊 關心對軍啊 他說他關公哪有常常 常常在對時事發表評論 哪有說什麼九月學院 他就幹嘛 或者是說這個陳羅伯怎麼樣 他又怎麼樣 那奇怪啦 我們台灣現在是一個民主國家 是一個民權至上的國家 對 我們也不是軍權 對不對 更不是軍權 怎麼現在變成神權 對不對 就是什麼 這個關聖帝軍在幫我們 然後這個就是 這能夠講 關聖帝軍講 這個淡廟 當然有一個特定的一個位置 怎麼可以這樣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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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